針對151部分 我們主要完成 幾件事情 第一個 待會請各位 把底下的工作表 本來叫Pist1 把它改成函數 第二個 再複製一個變成P值 再複製一個變成VPA 也就是我們今天分成123 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你要想 看法完成什麼 就是這邊有個公式 原來公式請你把它刪掉 想想看如果說我今天要取得什麼 取得儲存格裡面 官吳裏面的資料的話 當然就是不要用土法鏈鋼的方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裡面的話你可能要想到就是說 用哪些函數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比較笨的方法就是Ctrl-C Ctrl-V Ctrl-C,Ctrl-V 當然如果你Ctrl-C,Ctrl-V 這個資料量少還可以 像這邊只有123 九筆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希望說呢 他這個地方 是 這個土法鏈鋼的話 那我會需要用到哪些函數可以 做到 剛剛講的這個需求 所以你會發現 總共的話會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fine 第二個函數用mid 第三個函數用ifl 所以總共呢 會需要那三個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當然你也可以想別的方法 其實看有沒有更快 目前想到的方式應該是 利用這三個函數 做出來的結果 OK 那怎麼做 第一個 待會我們來看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做完之後呢 把它變成錄製劇 這個前面有做過 第三個的話把它變VBA VBA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這桶子剛剛用的 然後呢把它做出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是清除了 然後 輸出公式 這個上面是把剛剛的公式丟出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直接輸出結果 所以輸出結果的話呢 就是 把 資料呢 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打開 這個 Excel 所以 打開Excel裡面的範例檔 然後逐一來看 我把這個先關一下 OK 那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 第一步 先把這個底下 工作表的名稱點兩下 區則一上面點兩下 把它改成函數好了 然後Enter OK 名稱改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 函數的工作表 再複製兩個 怎麼複製呢 拖拉 滑鼠按住不要放 左鍵 然後呢 按下Ctrl鍵 Ctrl鍵按住之後的話呢 再放開滑鼠的左鍵 再放開滑鼠左鍵之後 這邊就多一個了 把這個點兩下 改成聚集 然後呢 然後呢 再把 俱錡呢 再複製一個 要怎麼複製 按住不要放 拖拉加 Ctrl鍵 然後再放開滑鼠左鍵 這邊叫VBA OK 所以呢 我們會先產生三個好了 那就是待會要做的 1 2 3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把B欄 裡面的 資料先刪除 OK 缺到那個 函數 然後優標放在B2 把底下的公式刪掉 OK 那再來我們 先要完成第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那個函數的方式 要得到什麼 最後的公式的話 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我剛剛提過 總共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fine 所以你可以優標先放在B3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不放在B2 主要原因是因為 B2裡面沒有刮入 我們這樣 練習 其實會 看不到結果到底是否正確 所以請你把優標先放在B3 然後呢 插入函數的地方 找到那個 文字類函數裡面 fine OK fine函數 然後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理論上 第三個其實可以空白沒關係 第一個的話 他說 你要找什麼樣的符號啊 你要找什麼文字啊 fine test 那我要找錢瓜糊 這個問題的話呢 Wislin Wislin 你要去哪邊找啊 幫我找一下A3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把錢瓜糊輸入之後 並且 WislinA3 A3指的是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他會幫你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錢瓜糊 他找完之後得到的結果是 123 有沒有得到3 那也就是說呢 他回來會是3 問題喔 3還是沒有 得到答案啊 接下來第2個 其實我們用 密的 函數 怎麼說密的 沒有 我們有用到一個函數 就文字喔 如果是要取 中間的 資料的話 有沒有 從第幾個字 從第4個字有沒有 取幾個字 取5個字 那不就是用密的嗎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解下 不包含等號 然後呢 插入那個密的函數 M M開頭的 密的函數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切割的資料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個問題呢 那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請你把那個剛剛那個字貼上來 第3個字嗎 123 3的話 包括什麼 前刮5所以不對 應該什麼 加1 你幫我把前刮5的下一個字 第 有沒有 那要幾個字 要5個字 所以當然你這邊可以5啦 有沒有 第3頁冠軍 可是問題啊 如果你按確定的話會有個問題 所以你向下填滿喔 像這個 全部都切5個字 不對啊 這邊你看 後刮5都出來 這不對 那總而言之我呢 必須算幾個字 那我要怎麼算幾個字呢 這個裡面的話呢 會牽涉到後刮5 所以你可以怎麼 把公式 再貼一次 然後呢 請你把這個 貼上的公式 原來找 前刮5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 後刮5 意思是說 你找一下呢 後刮5的位置 那他 像A3 這個是應該第9個字 再 減掉什麼 減掉前刮5的位置 OK 你會發現 第9個字 減掉第3個字 那這樣 得到6 所以呢 第3頁冠軍 多一個字 後刮5 所以 再把它減1 這樣的話呢 可以算出 到底要切幾個字 所以 基本上 我們那個 放以前刮5加1 基本上就算 我要找的字 是從 前刮5的下一個字 那 要幾個字 是從後刮5 點掉前刮5的位置 的下一個字 OK 所以是多減1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得到 我們要的公式了 上下填滿 OK 當然你也可以向上填滿 OK 那理論上 這樣子基本上 基本上有切出來 只是說呢 還有一個地方 錯誤啦 什麼地方呢 就是前面會多那個錢的符號 這個符號 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 只要出現 緊字號開頭的 那就是表示什麼 表示 公式 表示說呢 你這個公式 裡面是有錯誤的 也就是說呢 Excel裡面只要是 緊字號開頭的 基本上指的是 錯誤訊息 OK 那什麼地方出錯 他跟你講說 Value Value指的是資料 什麼意思啊 你表示說 你給我的資料有問題啊 為什麼有問題 主要是針對這個fine啦 fine 因為呢 你叫他去尋找什麼 錢瓜糊 可是問題這邊裡面有沒有錢瓜糊 沒有啊 所以他跟你講說 你叫我去找 可是卻沒有你要找的東西啦 所以我跟你講說有出錯 可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看起來很暗言啊 其實說真的啊 你當然不理他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看起來就覺得 這個東西在這裡啊 實在是有點暗言 但你想說要把它去掉的話 總不可能說你一個慢 一個一個 按delete嗎 當然不是啦 如果你一個個按delete的話 很浪費時間 一個一個的點 所以其實這邊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希望呢 這個invalue不要出現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第三個函數 什麼函數呢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邏輯 邏輯判斷 邏輯 裡面的話有個函數 就是過濾錯誤的一個函數 if error 這個if error 這個if error的話 主要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過濾錯誤的話 底下其實也有講 如果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像剛剛這個 請知道的錯誤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OK按確定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如果發生錯誤 你會發現這個有錯誤的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 幫我把這個給刪掉 那怎麼刪掉 其實很簡單 加兩個雙銀號就可以了 有點像是我們VBA裡面 清除的時候呢 就加兩個雙銀號就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只要是value錯誤 它就不見了 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呢 剛剛有警示號開頭的 錯誤訊息呢 就 全部不見了 相當清爽 所以最後的話其實 再用ifale 顧慮掉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階段 函數部分 放 不見了 謝謝 也是 我